我要醒我 我要醒我 你怎麼來了 你不也沒有回家嗎 我真好心過來接你回家呀 怎麼弄的 沒事沒事 我看看我看看 我看看 你喝酒了 對啊 喝點沒事 我忘了喝酒了 我還打牌了 手氣不錯啊 喝誰打牌呢 和正解民的太太啊 沒有什麼不妥啊 你說呢 這些年你廣結善緣 要不是我喝酒打牌 你靠什麼結啊 你也是知道的 這叫做太太外交 我是知道什麼叫太太外交 但我讓你喝酒打牌 沒讓你兔子吃窩鞭草 非但吃 看看情況 不妥 想一心 你如今是我毛仁鳳的太太 不是你當年尾聲英鲁庚色 又陳果夫陳米芙的時候 你知道大家私下叫我什麼嗎 叫什麼呀 說啊 龜 龜 笑 人家說得沒錯呀 你能屈能伸不叫使之龜嗎 你瘋了 我沒瘋 我這不是好好的嗎 我看你真的棒手 你再這樣下去 我把你送精神病院 毛起我 你這個笑妙活 別人說你是個活菩薩 我說你就是一尊陰菩薩 毒菩薩 惡菩薩 人等狠 你忍夠了 等夠了 你現在就想對我下毒手了是嗎 老闆死了 讓聽用完了 我 你就像你腳把我給踹了是不是 相閻心 你真的是瘋了 我瘋了 我真的瘋了 龜 你就是那 能伸能縮的鬼 中統軍統雞犬相聞 卻是老死不相往來 隔牆有耳我非惡靈 只是想替您親親君策 你這話什麼意思 我怎麼聽不懂啊 您畢業於上海滬江大學 又是黃埔四七生 這麼簡單的話 能聽不懂嗎 要是聽不懂的話 就不會來這兒了 我呀只是好奇 這中統怎麼還會有 聽牆根的毛病啊 幸虧我有聽牆根的毛病 否則怎麼能替你出家賊啊 好 那你就跟我說說 到底是哪個賊 他偷了我什麼東西 被燒死在防空洞裡的 共黨叛徒無福 難道不是他想要的東西 他就是您鞋子裡的 一粒石子兒 各腳 您自己卻不敢把它倒出來 天狐啊 這說來說去 又是你和老六 這麼點私人恩怨 你怎麼就了不了呢 再說了 你了不了 也不該找我這麼個 不中用的半大老頭兒 因為沒有您的幫助 我們不能動他 我看是動不了吧 在山城我們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反送了高湛龍的親親性命 大動干戈 派殺手坐飛機到延安 奈何不了他呀 天狐啊 你知道的 我私下見你 已經違反了軍統的家規 這事傳出去 我的位子他就做到頭了 沒有萬全的把握 我絕不敢勞您大家 不過您目前的位子 也該做到頭了 這頭把交椅 為什麼要讓鄭建明做 姓鄭的後邊 還跟了一個唐縱 老頭子就是想不到您 真是遠相近臭 誰讓您和他老人家是同鄉呢 自古以來這權力 就是一把不帶刃的刀 我毛人奉資歷太淺 是個從崇德縣出來的小科長 怎麼能做上軍統的頭把轎椅呢 此言差矣 您沒聽見外邊都在傳 政界明就而不認 唐縱待而不理 只有毛人奉在當軍統的家 好 好 我算你童言無敬 說說你的計劃 我的木馬計劃需要您的幫助 否則我鼓掌難明 怎麼幫你 去掉鄭耀仙的手下 這說掉就掉 談何容易 他的勢力可是根深蒂固 就像水破梁山過 宋蕭安 趙簡之 那是鐵了心跟著他 現在又加上一個公術 徐百川不也是根深蒂固嗎 我呀勸你還是死了這條心 老六發起狠來 那可是個混世魔王 天王老子他都敢殺呀 高先生不能白死 天狐啊 天狐啊我真沒想到 你對你家先生高湛龍 這麼赤膽中心 像你這麼有個性的中統特勤 整個黨國打著燈籠 也難找到第二個 一日為師 終身為父 你懷疑老劉是共黨嗎 高先生曾經懷疑過他 陸漢卿之所以暴露自己 那是鐵了心 要拉他一起下地獄 我看共黨對他的恨 那可不是一般的恨 那是恨之入骨啊 一旦哪天他落入共黨之手 又看就算共黨不失人 對他是特例 不管他是不是共黨 現在都是解決掉他 最好的事情 三方都想除掉他 哪三方 您 我還有共黨 您難道願意看到您的手下 戴老闆的重臣跟了別人 鄭介明已經約他面談了 如虎天玉的事 您願意落在別人身上 正要先是孫猴子 可您卻沒有唐僧的緊固咒 正要先殺共黨叛徒 無非兩個動機 第一 他是共黨 想殺人滅口 第二 他不是共黨 想要拆您的臺 所以我認為 三方都想除掉他 天時地利 人和 想不成功都難 天火啊 我呢 是看你對你先生高占龍的 一片忠厚之心 再說 老六也是代老闆協力的一例世子 不是也沒來得及倒掉他 代老闆就撒手人寰了嗎 既然這樣 那我的木馬計劃就可以實施了 您只要調開正要先的手下 其他的由我來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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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